来关注和谐使命2024 经过多日连续航行 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 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穿越大风浪区 于当地时间8月22号 抵达南非南部城市开普敦港 开始对南非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 并提供医疗服务 这是和平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访问南非 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正航行 在南非附近的大风浪区 我们在现场可以感受到 受海上风浪的影响 现在船体的摇摆幅度非常的大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已经连续多日航行 在这样的海况下 目前人员装备和医疗设备运行状态良好 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驶离莫桑比克马普多后 在好望角附近遭遇大风浪复杂气象考验 面对恶劣海况 任务官兵沉着应对 顺利抵达开普敦港 当地时间8月22号上午10点 南非军方代表 中国驻南非使领馆工作人员 以及当地民众 华侨华人和中资机构员工代表 在码头欢迎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的到访 访问期间 任务指挥员将拜会南非军政官员 南非政府多部门政要 也将登船参加活动 此外任务官兵代表 还将赴当地学校开展文化联谊 与南非军队官兵 举行篮球拔河友谊赛等活动 访问期间 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将利用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 派出专家分队 赴当地医院开展联合会诊 学术交流 并联合南非西开普大学 开展中医专场学术交流 通过高频率多场次的交流活动 不断增进双方多领域共识 加深传统友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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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Graham